彩色怪兽去上学 安娜耶拿斯主 李佳伦一 嗨 彩色怪兽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 今天是你上学的第一天哟 那个学校什么的 是什么东西呀 那是不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里面有很凶的动物吗 是一朵可以带我飞起来的魔法云吗 还是一座到处都是陷阱的森林 来 把书包背起来 把你需要的东西都装进书包里 安全帽 踩到流沙时用到的靴子 手电筒 放蝙蝠的药水 侦测外星人的眼镜 以防万一的雷射枪 喂 你背着那么多东西 想去哪里呀 带着一本笔记本 和工作服就够了 彩色怪兽 你看 这是你的学校 我们在这里会很开心 拜拜 这是你的老师 泰瑞莎 学校 这里是你的教室 咦 彩色怪兽 你跑去哪了 来认识你的同学吧 小娜 路克斯 拉拉 马克思 马丁 小丁 小奥 丽亚 克罗伊 小云 早上 我们要玩音乐游戏 彩色怪兽 你好棒 只有一点点走音而已 嘟噜噜 拉拉拉 接下来 特瑞莎会讲故事给我们听 彩色怪兽 我觉得你真的很喜欢故事书呢 然后我们要去游戏区玩 彩色怪兽 你找到鞦韆了吗 嘿 怪兽 我们也想玩 吃饭之前 要先去厕所小便 记得一定要洗手哟 滴 滴 彩色怪兽 你在做什么 不可以 完了一个早上 我们都饿了 还好现在是吃饭时间 彩色怪兽 你看 有汤和可乐饼 不行 不可以玩食物 彩色怪兽吃饱了 他溜进小班的教室 小朋友都在睡午觉 嗯 大部分都睡着了 呼哩哩哩哩 天啊 彩色怪兽会打呼 下午我们去 看 等一下会变成红色 有人来接我们回家 现在要说再见了 这真是有趣的一天 再见 台瑞莎 明天见 学校很不错 我们明天还来吗 我们明天还来吗 呼噜 我觉得有点累了 谢谢你 谢谢你和我们一起读这本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做出更多这样的视频 明天赞 请不吝点赞